你知道FTX的这一起案子里面有很多犯罪蜘蛛网旁边重要的这些角色还没有被大家曝光吗 有很多人很少被讨论可是他们的角色非常重要 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吗 FTX在10月23号用2.5亿美金的这个保释金获释 我知道你如果跟紧这条新闻你就会说Bonnie根本没有付这么多钱 这个待会我们会细聊 但是要先来看这个这世界怎么了 居然现在有很多女生开始情不自禁发文说SBF变得很迷人 这个人说我觉得SBF出狱之后变得比较迷人 他觉得他需要心理资商 有女生说Why do I find him more attractive all of a sudden 我怎么突然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啊 还有人说白领阶级犯罪就会散发一种危险致命的吸引力 纽约时报现在为了这个巴哈马的居民 居然有很多巴哈马的当地人帮SBF喊冤说他犯的罪啊 比当地这些暴力的黑道比起还要好太多了 所以这些人呢居民觉得很同情他 我们一起吐吧 哈喽我是Bonnie 这是2023年的最后几天啦 先来许一个新年新希望 希望我们所有人呢明年的投资可以安安稳稳 因为预计呢明年又是一个心风血雨的一年啊 金融的市场可能会比较危险 这个我们之后呢会做影片来讨论 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讨论的这个话题是请问为什么感觉SBF在美国的这个惩罚目前是近乎不痛不痒不存在 虽然说什么他保释的这个金额听起来很可怕 什么史上最高保释金 这种夸张的数字就是想要让大众感觉到说 SBF有受到很严厉的处分 但实际上真正的状况好像不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到问题的最根本好了 SBF这个保释的钱除了他父母担保房产以外还有没有谁的钱被绞在里面 SBF的爸妈在FTX是不是有拿到什么好处 然后SBF呢下一次受审什么时候呢 FTX整体事件里面最少被讨论到的一个人也很可能参与到这个超大的诈棋案 Sam Trabuco他到底是谁 他是不是这整体事件里面最被忽略的首脑之一 然后又是最聪明的人呢 这些漏网之鱼我们今天一个一个把他抓出来 在我们开始抓漏网之鱼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的影片按一个赞 这样真的会帮助到我的频道很多 我希望在跨年之前呢 可以冲到这个接近5万订阅好吗 先感谢大家了 SBF在12月23号用2.5亿美金的这个保释金获释啊 SBF之前不是在访谈里面说他在银行里面只剩下10万块美金吗 所以这很奇怪 彭博社就解释了 原来说实际上呢 你只需要付2.5亿美元的一成就OK 因为2.5亿美金的这个保释金叫做个人担保金债券 意思就是说这个2.5亿美金呢 只是你出庭的保证 如果SBF在等待这个审判的期间 乖乖遵守规定啊 那就没事嘛 但是如果SBF他违反规定 或者是说没有按照规定去法庭报到 对不对 就会影响这些帮他承担保证金的这些人 帮他担保的人有4个人 一个是SBF的爸爸 Ellen Joseph Bankman 跟SBF的妈妈Barbara Freed都已经钱了 然后呢他们用他们家做的这个老家担保嘛 接着呢又扯到一个问题啦 好 即便只要2.5亿的一成好了 他们的老家也没有2500万的这个价值吧 有一个房仲的网站现在数据就显示说啊 他们老家的价值目前大概是400多万美金 2500跟400是差太多了吧 那其他剩下的钱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要用他们在巴哈马的这个豪宅来抵呢 那这个巴哈马的房子 几乎是可以确定是FTX用户的钱买啦 所以说间接这个连连看 大家猜一猜这钱哪里来的呢 还是说有不能透露姓名 不能透露身份的人也来帮SBF保释呢 OK SBF保释之后呢 就有人啊 在这个纽约的American Airlines贵宾室里面看到SBF SBF的爸妈还有FBI啊 还有这个他的律师团 这个目击者呢 还上前问SBF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拍一张照啊 SBF说啊改天吧 他笑着说 SBF在飞机上面的照片也流出来了 你应该看过了 那SBF呢 他可以用手机可以打电脑 顺便还可以打一场LOL 讲到这里呢 我想要把这个事件拿来跟一个人相比 虽然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 但是你想一想 混毙器这个Tornado Cash的开发者已经在荷兰的监狱待了4个月 他在今年的8月在阿姆斯特丹被逮捕 原因是因为呢 他被指控说通过Tornado Cash隐瞒这个犯罪金流啊 然后可能甚至鼓励洗钱 现在呢 这个人蹲在监狱里面等待下一步的通知 你比较起来两个人的处境 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完全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的感觉吧 反正SBF呢 下一次出庭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2023年的1月3号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这里说啦 Caroline Ellison有史丹佛数学系的学位 CM Trabuco有麻省理工数学系的学位 SBF有麻省理工物理学跟数学的学位 这些人学位都非常高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这一些人绝对不可能是不小心忘记 公司里面有80亿美元去哪里 绝对是预谋的诈棋 这几个人里面呢 比较少出现在讨论里面的叫做 Sam Trabuco 他到底是谁呢 他是Alameda Research的前执行长 他就是一个也叫Sam的人啦 很多人会把他跟SBF搞混 但是呢他们是不同的人 这个Sam Trabuco呢 跟Caroline Ellison 一直都是这个Alameda的共同执行长 直到2022年的8月 也就是几个月前哦 这个Sam Trabuco呢 在FTX事件爆发之前的3个月 他突然辞职了 问题来了 请问这个时间点这么刚好吗 然后呢 以他这种这么年轻的资历跟年纪 他已经做到Alameda Research 这么高的职位了 这个人辞职他可以去哪呢 而且他为什么要辞职 他的Twitter当时是这样解释的 主要他说呢他要寻找快乐 但是身为这个Alameda的领导人 对不对 因为属下大家都很用心工作 所以他没有办法不加班 不跟大家一样努力嘛 他说呢 这里的工作环境太多事情同时发生了 很忙啊 所以呢工作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工作 但是他觉得呢 我想要找更多时间去旅行啊 我要花更多时间跟家人相处 去享受人生 我要花时间去享受 这是他8月说要离职的理由 我个人是不相信 但是呢 我不得不说这个人挺聪明的 他做到了一个境界 就是时候到了就收手 我想要问问大家 这个Alameda Research里面在搞什么名堂 你觉得CN Trabuco他会没有参与到吗 在下面留言我们讨论一下 怎么可能身为共同执行长 不知道这下面在搞什么鬼呢 目前呢这个FTX公布的文件都很清楚的说了 这些犯罪的事实已经持续好几年 所以CN Trabuco我个人觉得啦 应该是有参与到吧 另外哦 CN Trabuco可能在网路上面话有点太多了 现在回去呢 一对比他以前的这个访谈 发现他可能之前就已经间接承认了 参与了FTX跟Alameda的这一起闹剧 2021年的8月 CN Trabuco接受这个YouTuber的访问的时候 他们这样说 那是我们经常说的 我们经常在我们经常在做的错误 我们经常在做的错误 因为这些错误 因为这些错误 甚至是你失败的钱 你经常在做错误 CN Trabuco说他们没有被市场逼着说 一定要做出这种断尾求生的抉择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哦 这个是2021年的访谈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情呢 就是Alameda在FPX上面的交易 根本不会被强制平常 所以这算不算上的是他直接也承认了 他就知道这件事情嘛 但是我们永远会不会被市场逼着18元 所以我们必须要卖20元 那我们幸运的货币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资金抵制就是 FTX交易所用户的钱啊 交易又不会强制平常 你们当然没有问题啊 就要气死啊 啊呀 Like when i say that we have like a capital base that lets us make mistakes and not have to like be petrified at going wrong 啊 Like i mean that in the context of like oh like we are risking literally every dollar we have Alameda当时是CN Trabuco 跟Caroline Ellison一起掌控 CN Trabuco 她说她把他们手上每一块钱都堵上 你听Caroline的交易策略你才会吐血 我们没有做任何技术的研究 用很少的学习 用很多小学习的学习 OK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 Sientra Buco这一个人 他之所以比较少被讨论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 可是他离开的时间点刚好就是FTX垮掉的前夕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非常有可能 亲自参与了非常多的犯罪行为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真的离开的时间点真好 最后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你觉得1月3号SBF下一个开庭日 他到底会不会接受一些惩罚 还是他还是躺在这个老家里面 对不对爽爽的过生活打咯 另外你觉得Sientra Buco 在这一整件事情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 你在看他刚刚访谈的时候是有点紧张啊 东看西看啊又有点抖啊 是不是想要隐藏隐瞒什么呢 想要听一看大家的想法 最后呢我要预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 非常谢谢大家2022年这整年的支持 我们在币圈继续努力 下一次见 拜拜